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是關於這個阿Lag 看到這個Channel C在她的IG出了一張照片 拍著阿Lag和一個女人在街上吃雪糕 她除了一張照片之外還寫著一段字 阿Lag當街除口罩,又一城外吃雪糕 下面的字還寫著 疫情嚴峻,在街頭吃東西隨時惹來紙罵 警告甚至公審 有讀者今天下午在九龍堂又一城外 拍到阿Lag陳百祥沒有戴口罩吃雪糕 出了一個這樣的照片 我覺得很古怪 其實一個人,正常來說 吃雪糕當然要脫口罩 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有什麼特別值得要這樣拍出來 加段字,想表達什麼呢?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不太明白 我看到下面有些留言 有些人就在那裡吵咬阿Lag 就說她快點中肺炎死吧 什麼什麼什麼 首先呢,我是認同有些人 應該要快點中肺炎死的 但我覺得呢,就不關她是不是脫口罩 吃雪糕事 吃東西就當然要脫口罩 譬如當我這樣 我可能買了一杯雪糕 因為現在有些雪糕店 是筆你一杯杯的 不是你在7份買 你說你在7份買的 或者在衛康買的 買完你便拿回家雪 然後拿出來慢慢吃都可以 但你說譬如你以前吃的那些手作 或者阿波羅的乳酪雪糕 你立即是幫你弄出來 筆出來 立即吃的 那你怎樣可以不在街上吃呢 拿到回家都用啦 含家產 當然要你老母當街脫口罩吃 那有些什麼問題呀 喂 即是你說她當街做瑜伽 拿一條含的 可能你老母做了瑜伽 你老母把頭屈下去含自己的含的 你拍下它 煲上來 吵咬它我覺得沒問題 吵你老母幹嘛無端啦 那麼有趣 吵你老母脫口罩含自己的吵 這樣都合理啦 報出來 你說是當街打釘的 吵你老母在射到雪糕裡 再吃回來的 你也可以報一下 但現在你吃雪糕 很簡單一個人 吵你老母吃雪糕 都變成一個新聞 這樣報出來 那真是好狠古怪 即是想表達什麼呢 即是我就知道 這條是全家產來的 這個阿NIC 但是這件事上面 他是沒有做錯事的 吃雪糕 脫口罩吃 很正常 難道吵你老母戴著口罩吃 怎樣吃 吵你老母臭 很難吃 即是不要因為他是阿NIC 就強行用無謂的食物來煲 吵你老母硬吵咬他 真是沒意思的 說真的 你要吵阿NIC 戴上班就吵 他講過那麼多東西 你要吵咬他的逐句 拿出來吵 一天出一集都還可以 是沒有必要做這件事的 那你現在說你拍出來 他一戴口罩 或者他脫口罩 吃這個雪糕 那你想怎樣 是吧 我見有些人誇張一點 我見有些留言 說到快點叫警察來抓他 又說什麼要執法 叫警察 那你本身是認同口罩令 還是怎樣 你覺得這件事是沒問題的 是對的 但很古怪的 我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是認為 當年這個禁蒙面法是錯的 但他另一方面 他們又支持口罩令 很有趣 你可以覺得 說你老母 金蒙面法 就是錯的 但戴口罩令 是沒問題的 應該去刺別人灰的 這個我覺得很難理解 譬如現在阿叻這件事 雖然他那些字 沒有說什麼的 他沒有評論的 純粹告訴你 阿叻 當街脫口罩 吃雪糕 但我覺得這個已經做多了 想引導他去哪個方向 我覺得很奇怪 今集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放鬆一點 吃東西 當然是要脫口罩的 一個人 他值得被吵的 但我們都要吵的東西是對的 譬如 阿叻 父婆過馬路 見到小女兒衝出馬路 拉回來回來 難道你有吵咬他嗎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 你要吵回這件事 當然 對著某一些人 是會有特別針對的 一定會有的 吵你 人都是會有兩把尺 很正常的 但是你也要合理才行 那件事 是吧 即是你不合理 就會被人笑的 那今天呢 分享就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那就可以訂閱回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是 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